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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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一直有依靠 一直有一个人出现在你身边 所以三年多对我来讲真的是一段 跟老师当然不能比 但是三年多对我而言 是一段蛮长的时间 然后那种孤单的感觉是 就是你真的会觉得说 会不会不会再遇到对的人了 因为虽然我才30岁 但是我也会像就是机关枪扫射一样 我就觉得他好像不是 他好像不对 他怎么样怎么样 就会觉得说好像都没有那个感觉对的人出现 你三年前那一段是对方是什么状况 我之前三年前那一段是他大我12岁 然后因为他也是很年轻看不出来 那我们也是就是蛮快就交往了 因为我看我跟一个人在一起 我是很看感觉的 我不管就是可能连他的名 应该有点夸张是连他的名字 可能知道他的绰号 但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们可能就在一起了 所以更何况是年龄 然后有一次我们就聊到说 你属什么 他属龙 我也属龙 他想说可是不可能再怎么样看起来 年轻应该都还是比我大吧 就差一轮 可是其实我们两个相处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他就是虽然大我一轮 可是他完全没有想要结婚跟生小孩的打算 但你说他完全没有吗 好像也不能这样讲 因为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就会说 都没有想要结婚生小孩吗 那如果我们两个有小孩 我们之后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他怎么说 他就说你看我爸妈 我们就是他们以后那样子 就是你知道他就会给你一个 就是好像没有要结 好像也不能不结 那如果你想要跟我结婚 那你跟我求婚吧 就是之类的 所以你有想嫁给他才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交往四年多 那也很久 然后你也觉得说 第一他也没有背叛过你 然后第二次两个人相处起来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 太大的争执 那为什么不能这样 又大你十二岁 对 又大 而且重点是你会帮他想嘛 你大我十二岁那你是不是该生小孩了 是啊 不然以后生小孩没有力气带 不就都是我一个人带吗 你就会这样 如果想要继续交往下去 你就会这样想 可是他就会没有 就有点小孩子 因为之前曾经他有跟我求婚过 可是是他的朋友怂恿他去求的婚 但事后呢 我就真的认真觉得 我答应了 我是不是也应该问他些什么 我就说 因为他们家很有钱 所以他的存款几乎都是跟家里 就是他没有所谓的他自己的钱 他是想要什么就跟家里的块钱 家里就是银行就对了 对 家里就是银行 那我就说 那还是你就跟家里划分清楚 你每个月可能就领个五六万块 对 就是不要所有的邮费什么 去哪里去哪里 都是跟家里拿钱 还要跟家里请款就对 对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那为什么你不嫌存钱 两个人不是平衡 不是平均的吗 那为什么不嫌存钱 听到这一串 不然我觉得我心里就量一半 我就觉得说 可能就不适合 然后就其实就在慢慢打算说 那就是要慢慢淡掉了这段感情 对 刚刚讲到说 其实现在结婚年龄往后延嘛 你说他条件也不错 那大你12岁 其实也才差不多40 40几 40出头 那时候你27岁嘛 所以男生可能那时候也没有想结婚 他都想玩啊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责任感 可是他很奇怪的一点是 他又不爱玩 就是他的生活其实也蛮boring的 真的 那好险你没跟他在一起 因为我的boring是指说 不是说不出去交际没有朋友 我的boring是指说 他可能回到家 他也是让你觉得安心的待在你身边 然后对家人也是蛮孝顺的 只是他会觉得一心一意 就会觉得说 家不就是长那样 有什么好期待的 那对于我天秤座来讲 我就会觉得不行啊 我们要去幻想我们家里的小孩 要叫丑名字之类的 或是要怎么样安排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他是一个 感觉就是那种不想担责任 而且自己也胜过爱任何人的人 对 可能经济来源都还是家里嘛 对 就比较穷 他没有他也是有在帮家里赚钱 只是说那个财务就不分清楚 但是他只要一讲那句话 其实我就觉得 你不是应该要先存钱吗 他的意思是说 你凭什么要我 男生的心态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刚刚讲的 他没有担当 就是说 其实我要跟你求婚 我很乐意 来把这个家撑起来 对 我知道现在女性 经济都非常独立 也很有能力 但是我觉得一个男人 至少要有这个心态 对 我觉得他大12岁 他刚刚讲的 其实经济情况 而且大12岁 照顾个妹妹 那是应当的事情 是不是 看这样有什么多man 真的 是不是 不是 不是